大家好,欢迎收看你私随聊 今天我聊一下中国经济目前在浮现的最明显最显著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就是大江南北或者说每个地方都充满着很多找不着工作的人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动机的那些发达地区 什么长三角处三角这种地区,大城市像广州这种地方 甚至包括北京这种地方 他几乎都很难找到工作 据说中国有两亿多失业人员 两亿多是在这种青壮年劳动力当中的 像中国青壮年劳动力有多少 有多少人能够属于这种最适合劳动的这种年纪 因为现在失业的这些人 你无论是从刚刚走出校门的这些毕业生二十多岁 一直到五六十岁 所有的光谱都有 非常难找工作 而且虽然刚刚开始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 大家解释说是海外订单减少 这种外贸的确是在萎缩 的确是在上海也好 在什么北伦港也好 都有大量积压的空的那种集装箱 的确这个是存在的 国外的消费是在大幅的萎缩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因为在很多其他的行业也同样出现了 这些找不到工作人到别的行业照样找不到工作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你举的例子 什么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那么简直非常非常卑微的那种工资 一千多不到两千的工资 有上百个人几百个人去去争取 这个就是非常 就这个并不是在一个进出狗行业 几乎还有那些大学生 甚至那些研究生毕业 找不着工作 他们的统一大家一样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困难 当然除了找不到工作 还有很多人丢了工作 就失业 其实你看 中共从12月7号开始 突然间结束了清零了 他就是属于迫不及待了 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经济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酷的地步 当然他做的这个反应就是解封 就开始解套 他原来套在中国人身上的这些枷锁 他赶紧就给他撤掉了 就不惜付出了两个月 中国到处大量死亡 但死了多少不知道 这种巨大的代价 按照中共的统治者 或者这些顶层设计的这些人 按照他们的设想 既然我给你松绑了 你们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 原来不就是说你不敢走吗 不就是说这些餐馆开不下去 这些生意做不下去 是因为人们出不了门吗 现在我全部放开了 应该这个经济能够缓和了吧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确两个月之后 现在疫情几乎实行了 已经实现了全民免疫了 这个时候 人们的确出行没有任何的限制 而且我们也看了很多的人 就纷纷的涌向 因为正好是春节过完 就涌向了在沿海地区 涌向沿海地区表明 他们有工作的意愿 但是我们突然发现 没有工作给他们 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 我相信现在的决策者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他们肯定也没有意料到 甚至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 也没意料到 既然松绑了 为什么没有出现消费反弹 为什么没有出现 一下子的爆发性的消费 这个在国外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 就是一旦疫苗打好了 这个政府马上开始 放松了各种管制之后 那你看这消费一下子上去了 我记得去年 大概在一年前 或者大半年前的时候 正好赶上澳洲 当时也是 澳洲放松了更早一点 但是你到了学生的假期了 那个时候 那个机票都涨得一塌糊涂 最近一年 澳洲的这些航空公司赚的特别的多 人们就愿意多付钱出去玩 那所以这个通胀 通胀当然一方面超费发多 另外一方面反弹消费 也特别的火 人们消费意愿特别的强 人们就 无论如何你多花点钱 他也不在乎 他已经憋够了 他想消费 他想玩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他不光是说放开之后 他纵向比较 就是放开之前放开之后 他们认为应该有个反弹 你中国的横向比较 你拿国外来接见 他们也认为会出现反弹 那事实是恰恰相反 突然放开之后 发现怎么搞的 经济反而就像掉到一个冰库里面去了 好像还属于螺旋下降似的 然后到处警报都起来了 然后你看着街上 那些 那些 那些兴兴兴的 到了 沿海地区去找工作的那些 打工者 分 分分不得不 身上钱花工作打地铺 流落街头 或者很多人就回乡了 有的人不是春节刚刚回来 出来找工作找不着 也就找了个半个月 他们没钱了 他们回想 别人说 好 我们再等三百多天 我们又有春节到了 就是属于自嘲 所以我们看见中国的状况和海外状况 整个就是相反 在海外你放开了之后 消费打爆发 而且出现了通胀 消费的火热到了通胀的程度 而中国你放开之后 反而出现一种通缩 反而出现大量的这种生意在倒闭 而且人们突然就好像这种经济衰退这种感觉 在封城的时候 他还没体现得这么明显 甚至在封城的那两三年 他们都没有感觉到这么难找工作 或者说这个工作丢了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或者说这个工作就如此 就摇摇欲坠的公司 他们还没有这种感受 但现在一放开 突然这种感受来了 感觉这些经济一放开就垮掉 而且你看中国现在那么多人失业 咱们不知道真实的失业率有多少 我觉得在中国的青年失业率 估计超过50% 这也是绝对的 是不是会达到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有可能 我说年轻人的失业率 就毕业生的这种 而在海外还缺人 相反 你看现在这中国留学生已经放出来了 好多中国留学生喷涌而出 这个话讲到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会如此 就是说急切的想出国 想去留学 想逃离中国那种状况 中国留学生来到了澳洲 本地的这种人手短缺 就稍微得到一点缓解 因为这些留学生临时可以打工 然后他们这种打工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那些服务业的这种人员短缺 人手短缺 就是在西方国家很多国家 他真的出现人手短缺的状况 他是充分就业 只有百分之三年级的失业率 而中国就恰恰相反 相反是大量的人失业 中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这一点 在目前分析里面 大家都没怎么提到 没怎么把这一点明确的提出来 我认为在他 中共在对这个社会放松绑的那个时刻 很多人憋了三年的很多 特别是那种 就是投资者 特别是那种做生意的人 或者是老板 你无论是开个大公司 还是开个小公司 或者是开甚至个体户 开几个摊位的 这些人 他们在经历了中共的这三年的折腾 看到不惜代价的大白移植气使的这种 就会就把人就是困在家里面 我死里面整 然后突然间 他也可以180度大转弯 而且他都正确 他在风筝的时候他是正确的 他放开了 你买不到药 让你自身之面 他也是正确 就所有他的这种举动 就让这些人真的伤了心了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中国的很多生意人 我说民营企业 做民营企业的可大可小 甚至摆牌 甚至摆摊的甚至很多 可能他们已经死了心了 他们 因为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就穷了 中国老百姓已经没有消费利益了 这是个事实 如果他们看到 或者他们自己的经营当中 他们发现 中国老百姓没有消费之后 再加上那几年 他们的这种折腾那种失望 他们很多人肯定是感觉到受够了 而且习近平的连任也让他们绝望了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搞下去没有任何的出路 所以无心念在走为上 很多人至少他不再投资了 你比如说 你还去租个房子干什么 因为很多生意 特别在中国 其实中国的经济已经 实质上他已经处于一种下降状态 非常长时间了 只不过还有很多 那种投资者 他是在做一些题材 比如说他甚至亏本 比如说像拼多多这种公司 他很难盈利的 他纯粹就是为了资本市场 他的投资 他就目的把自己的以亏本的方式 以烧钱的方式 把自己的客户扩展到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一下占据了电商零售额的多少 甚至好多生鲜公司也是这样的 甚至好多什么早期的那些什么自行车 那种共享男车 共享经济那种 还有很多中国的其他的和电商相关的 这些公司 他们其实都是赔本赚买卖 赚腰火 他就赚了他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然后用这个市场占有率 吸引各方的投资者 这些纯粹就是 属于玩资本 他并不是真正的 能够盈利的生意 这一部分生意 支撑了中国的经济 一小段时间 现在 因为可能资都不愿意投资了 既然没有投资 且你融不到资了 你还玩什么资本 你还在这占据这没意义了 所以很多这样的公司也纷纷的倒 或者他们的投资也纷纷的减少 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生意人 他已经绝对的失望了 他看到习近平不是还要再继续做下去吗 他能够搞出什么样子出来 以后得来的绝对都是失望家 加上失望 跟倒训逆事 加上倒训逆事 而且他折腾够了 你看封城封的那么样 然后后来解封 就是药又买不着 任何一个这些做生意的人 在摸爬滚打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的 这些都是人中的浓缝也好 咱们说就是人精也好 他绝对看得透这一点的 他绝对知道中国这么继续干下去 还会出多少的最大的问题 所以对他们来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投资了 赶紧把这些东西卖了卖了 或者兑现或者跑 你看上海领事馆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门口排着你签证的那些人 络绎不绝 那几成那个样子 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排队的 能够找到一个美国面试签证的那些人 应该都还是有至少他能够联系到美国的 和盛景签证的各种理由 是不是 所以就表明这些人也都不是 中间绝对有很多的不一般的生意人 他们已经下进决心走 所以这样的公司关掉了很多 就民营企业 中国的民营企业出于巨大的萎缩当中 这些人不玩了 因为他们发现 习近平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兴趣 认认真真的搞建设 搞经济 习近平就是一个玩政治的 而这玩政治的代价 就是把民营企业给玩死 习近平在东一下西一下 搞死了中国的这么的产业 原来是因为封城卡着 他们走不了 办不了 关不了这个生意 现在你既然放开了 他们尽一切代价关门 然后走 走一上 这些人受够了 也就是他们今天的离开 是中国折腾的这三年的结果 当然除了这部分 还有国际的 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这些国际上的资金 也义无反顾的离开中国 尽管中国仍然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吸引力 对他们来说 无论是做一个生产基地也好 做一个消费的市场也好 也对他们还是有吸引力 但是很多人他们就不愿意做下去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看到习近平跟普京站在一起 你习近平你可以是独裁 你可以再怎么着 但是你不能够 不能够你黑白不分 而且公开的黑白不分 我们要说 虽然中国人 绝大多中国人都不认同 认为这个商人 做生意就是看钱 他管什么谁正义不正义 管什么黑什么白 那就是假的 但我说不完全是这样 当时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当时很多美国和西方国家 是要求比如说关键企业 比如石油公司 西方的石油公司 还有些关键的企业 什么电信公司 还有什么金融公司 你不计代价 你就必须得退出俄罗斯市场 但他没有要求所有的西方企业退出 你比如说像麦当劳 KFC 这种快餐公司 还有什么星巴克 还有什么其他零售店 这种公司 你可以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 当时西方并没有明确的要求 这类公司退出 但是这类公司一样的 和那些关键的石油公司一样 一无反共都退出了俄罗斯 他退出了经受了特别多的损失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一个 就是无缘无故的光天化日之下 去侵略别的国家的人 而他没有办法跟 因为现在普京的名声 就是跟希特勒是一样的 他没有办法跟一个现代希特勒 在一块为了他的利益 在他的国家做生意 但是他们忍受不了 所以这些公司遭受了很大损失 但他也退出了 他也许不完全是自己忍受不了 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继续再跟普京这样 能站在一起 他们的公司的名声就会太臭 他们不敢跟普京再打交道 因为他们知道普京已经变成了全世界 怎么说呢 一个人人喊打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没有办法跟他辩护 所以 但是人们现在发现特别惊奇 发现习近平站在普京后面 也就是还有你看为了贯彻习近平的这套政策 方针 因为习近平本人肯定是绝对想百分之百的去支持普京的 但他还受限于他周围的这些人 怎么着那些人还有一点顾忌 但是中国那些都是奴才了 那也没用了 最终你包括比如说什么王毅这类人 到外面去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 就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西方去支持乌克兰 你们给乌克兰送武器 才真正的导致了更多的冲突 这就是人话吗 乌克兰现在被俄罗斯还占据了很多国土 乌克兰是被侵略者 就像一个弱者在街上挨揍了之后 我们难道不去帮助这个弱者吗 我们甚至很多人应该站在这个弱者面前去抵挡 那些罪犯的攻击 这个时候你还说不行 我们不能支持这个弱者 你支持他你就是在恶化整个这个情况 你就在让他们之间的这种暴力冲突恶化 也就是说那个被打在地上的 甚至要被这个暴徒杀害的那个受害者 中共还站出来说你不能给这个受害者援手 你不能够给他武器你不能够帮他 你要帮他就是让这个罪犯和他之间的暴力冲突恶化 就是这个意思 但中共自己不觉得 或者他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傻还是装傻 很有可能习近平自己是不觉得 其他的人也不敢跟习近平的观念有所不一样 但他们在公开的在全世界面前表达这个观念 那他们就跟希特勒是一样的人 所以全世界的这些金融公司也好 这些大老板大生意人 他们看到这个之后 他们绝对 因为这个预示着 这个习近平真的 如果习近平真的站在俄罗斯后面去给他援助军火 和他一起打仗 那大家就等着吧 那西方公司好多就算是破产 他们都会撤出中国 他没有办法再跟习近平继续做声音了 这习近平这个思维 他表现出来这种道德已经属于非人了 你就别说完全没有人道 已经是黑白不分 已经就跟动物一样 就他问的这些问题 这个是可以说是 大理不道 违背天理 咱们可以这样说 违背天道的这种话 因为谁是侵略者 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去争论 这个太明显了 就像俄罗斯人说 他们是这样战争的受害者 引起全党昏昏昏大笑 这是你发动的 所以就是习近平的立场 他站在普京的后面 导致了很多国际资本 就是要从中国离开 他们义无反顾的离开 你一旦放松了 他条件成熟 他可以离开了 他就走 这么多公司一离开 没有人雇佣当地的功能 而且中国 你很多这些外国投资的 或者说外资的 这种加工企业 或者生产商在中国 他也需要大量的进口 他的进进出出 他的雇佣就会造成很带动 很多的经济需求 那个时候外贸才会上去 你就看到大量的集装箱不够用 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空箱 之所以出现外贸突然下降这么多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外国的资本 不光是资本 还有人员正在离开 义无反顾的离开 中共看到OK 现在钱跑了 那粉红就会问 那我们自己投钱吗 印钱自己投吗 中共有的是钱 有的是钱 人民币它是不限量供应的 但是问题是你投钱管用 中共现在开始搞基建了 你搞的什么基建 你能够做出来一个管用的东西吗 这走的不光是资金还是人 很多人他都不愿意在中国干了 不愿意在中国开公司了 不愿意再继续跟习近平玩下去了 所以你看到中国外交部的翻译人 又跑出来说 他们欢迎美国公司再次回到中国 跟中国共享中国的什么发展红利 你看这种话说的 他脸皮 你要让别人回来 你要知道为什么别人要走 别人要走的原因就是 因为习近平在那待着 你要让别人回来 那你们得把习近平请下去 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你怎么可能有人回来呢 还有另外的好笑的 那教培行业不是被搞死吗 现在中国又开始颁布条例 又要放松松绑一些 让一些教培还可以继续做起来 这就说明 那他们越这样做越没有信心 为什么呢 这个遭命惜改 出耳反耳 就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权力掌握得很高 那习近平他的权力挠得一塌糊涂 所以这只会摧毁所有的这些人的信心 所以没人做生意了 那生意人现在能跑就跑 能停的停 生意人只要能收回一些投资 他不干了 那你看中国就面对这样 你根本剩下的你找什么工作 你政府现在可以吗 自己搞 你自己雇佣人吗 你印钞吗 给这些人发工资吗 你看经济 什么时候崩 而且那个时候崩会发生什么 中共领导层没有一个董金牛的 别说董金牛就是一帮流氓痞子 好行 我今天先聊着 咱们下午就聊 拜拜